强盛建功立业 特发集团今天下午召开 抗议北约轰炸户大使馆 特发员员表示 学生这种是一个很轻动 反而学生我们学生 它是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 学生们在中心广场向围观市民 发表演讲 向市政府代表递交了声门信 今天下午三点钟 梅州嘉应大学的三千名师 经公安部门批准 上街举行示威 学生们举着反对强权政治 反对霸权主义 捍卫中国主权 立即停止轰炸的横幅 告负星土北约暴行 维护世和平的口号 唱着国昂首向前 沿途数千围观群众 不时响起掌声 少年民团体大专业 分别举行集会或者是座谈会 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大使馆 对在空袭中牺牲的新闻工作者 表示深切 大学生在不选择的教会生 现在 在北约的暴行 江湖大中院校集会 抗议北约是要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今天上午 青远市新闻界也召开了 《愤怒星土北约轰炸我》 铀南使馆的座谈会 对在北约轰炸也对 北约的暴行 以一万多名高校学生组织集会 联合签名抗议北约的暴行 并经当地公安机关的批准之后 上街游行 表达他们的愤慨和抗议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罕然轰炸我国驻南使馆的消息传开之后 东莞各界群众无不意愤填膺 今天上午 东莞理工学院的学生 贴出了一张张 写有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英明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等标语 强烈谴责北约这一行径是蛮侵犯 东莞各阵区干部群众 也有个侵略行径 表示极大的憤慨 今天 潮州各界群众 举行各种集会游行 星土北暴行 到潮州韩山思苑的两千多名学生 经公安部门批准之后 示威游行 强烈抗议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铀南使巢 各界群众 以形式 表示了极大的憤慨 广东台综合报导